哇 这么像酷的SUV 19吋战斧轮毂 奥迪概念车同款的电子白后视镜 还是华为生态座舱 15个W这车能打下来吗 今天咱们再来看看这台北汽魔方 这次活动 北京汽车魔方带来了全新的三款概念车衣 这款叫做曙光艺术独角兽 温暖的色系平衡了魔方坚硬方正的冰冷感觉 再加上一个净化灵魂的彩虹独角兽 带来一种具有疗愈的希望 整体设计和车辆的高科技相吻合 这套车衣叫做在线下看科技艺术 为人带来的是稳定温暖的幸福 和国际艺术的品质感 这套车衣叫做冰雪皇后 以冰雪奇缘为主基调进行创作的 赋予爱与温暖的元素 传达温暖灵动和肆意生活的态度 三款个性的概念车衣 赋予在这台4620毫米车长的紧凑型SUV上 让它也散发着时尚的艺术气息 来到车内除了一套炫酷的内饰设计以外 就要看它搭载了什么样的智能车机系统 而北京魔方就搭载了和华为深度研发的 这套智能生态系统 就论中间这块14.6英寸的车机屏幕 就搭载了麒麟990A的车柜机芯片 拥有3.5Type算力 支持5G车联网 搭载鸿蒙系统 网速很快 响应迅民 还支持各大手机APP 只要你手机玩的流 这块屏幕就不难上手 而且像北京魔方也搭载了北京B-Pilot高阶辅持驾驶 依托全车8颗视觉摄像头 12颗声波雷达 5颗毫米波雷达 完成这套HWA高阶自动辅持驾驶 可以实现高速冰道 以及50米循迹造车 全场景的自动泊车功能 前方这块12.3英寸的仪表盘 造型是非常的简洁 还有点那种电动车的感觉 再往前看是一个60英寸 特大号的ARHUD抬头显示功能 可以结合实景投射地图导航等等界面 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的爽 再看这一个很有造型感的方向盘 除了很酷以外 它是支持方向盘自动加热功能的 要知道在15万以内挤的车型来说的话 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少有的 座椅的造型依旧是非常的酷 一个来自于赛车铜椅这种设计灵感的造型 填充还是偏软的 符合这种家庭用车的需求 但同样高高的侧边 依旧是能够我们带来更强的这种包覆感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内的置物空间 由于它用了电子挡 以及悬浮式的中红导台 以至于它下方能腾出这么大的一块置物空间 同时除了传统的杯架以外 后方还有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板 打开中央附手箱 开口中规中矩 但深度偷身的空间很大 而且内部也是可以连通空调的冷气和暖风 进行置物箱温度的调节 门板这边很炫酷的分围灯 同时置物空间依旧是非常的丰富 下面咱们去后排看一下 来到北极模范的第二排 2735毫米的轴距 再加上后排较长的一个腿部空间 以及较高的一个座姿来看的话 后排的整个座姿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后排的座椅 依旧是和前排一样 造型还是挺酷的 而且第二排座椅 也是有两档靠背角度可调的 来看一下后排的配置 首先空调出风口 下方一个USB充电口 中间打开扶手托 填充还是挺软和的 两个带纤维器的杯架 同时头顶有一块 面积还算比较大的全景填窗 门板这边和前排一又是一样 非常炫酷的分围灯 以及丰富的植物空间 走 咱们去后备厢看一下 往来看北清魔方的车尾 我特喜欢它这个分段式的尾翼 和下方这个细窄条的尾灯 特别的照应 而且里头这种零星纹路 显得特别的精致 来咱们看一下后备厢 电动尾门 开启后备厢之后 能看到地台和后排的地板 连上了一个纯平的空间 便于行李的搬屑 同时 实际的一个高度空间 在这么高 而且两边也做了这种掏身的植物空间 有浪费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塑料挂钩 照明灯以及12V电源接口 同时盖板下方打开 依旧是先给了你一层非常丰富的 隐藏式的地板隔板 再往下看 才是它的备用胎 而且后排座椅也支持46分比例放倒 北京骑身魔方动力方面 搭载了一台北七字眼的 138千瓦305纽米的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与其匹配了一台 7组式双离合变速器 往期加量时的节目中 我们也为大家带来过详细的试驾解读 欢迎翻阅 这套动力总成给我的印象 就是非常平顺 换能感受更像是CVT变速器的平顺性 但同时只要你身踩油门 又能带给你双离合变速器 强烈的加速感 动力爆发性 官方给出的0-100公里每小时 加速度计为7.8秒 驾驶模式上 除了常规的舒适运动经济模式以外 还增设了Smart智慧模式 根据车主的驾驶习 自主学习 带来更为平衡的油耗和动力表现 最后咱们结合价位来总结一下这款车型 首先北京汽车魔方是全系6款配置车型 指导价也在9.99万到15.39万元 在结合上面咱们讲到的这些配置来看 它作为一款数万以内的紧凑型SUV来说 论华为座舱带来的智能化体验 以一套出色的机械性能 都是魔方独特的产品亮点 而且除此之外 你还能在魔方车型上体验到 越级的B-Polite高阶辅助驾驶 以及非常科幻的数字外后视镜 正如北京魔方的定位 产品定位于年轻人 出自年轻人 又在等待那些年轻人前来探索